25号上午11点半左右 在酒厂门口的红绿灯发生一起 追尾交通事故 事故造成双方的车辆车头车尾毁损 三人送医 根据警方表示 一名王姓男子驾车是由桃园路 往东湖路的方向执行 在肇事地点不慎追撞前方停红绿灯的 这名红姓女驾驶的自小客车的车尾 造成双方车辆车头车尾都受损 警方目前也在对肇事原因带厘清中 金银江桃园路金门酒厂前路段 在今天25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 发生一局交通事故 那一匹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负载装性女子 由桃园路往东湖方向行驶时 于肇事地点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 王姓女驾驶自小客车车尾 造成双方车辆的车头车尾受损 双方驾驶及负载乘客 由救护人员送往固立金门医院做进一步诊疗 警方对驾驶实施酒车 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由本分局理性当中 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 警方也表示 民众行车除了遵守路口的标志路线 应该减速慢行 避免交通事故发生